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之前有雜誌報道 你提過 拍攝在廚房的時候 做了一些事 對 都很擔心 都是 不過這件事 就是我在拍攝的途中 剛剛遇到家人出事的消息 其實都已經是早前的事 可以說是 都應該有一年的時間 所以現在我媽媽的身體狀況 已經穩定了 好很多 我們都在報道出門之後 收到很多親友的一些慰問 都可以跟別人說一聲 放心 現在情況一切都良好的 沒有 這麼照顧你 這麼撐 你家人 自己有沒有想過 我什麼時候結婚 很感謝我男朋友 一直都在身邊 很支持我 陪著我 就算 有時候 我們之間 玩的 稱呼為大家 做老公 等等 其實暫時短期內 都沒有這個 結婚的計劃 因為 他想給我多些時間 在事業上 努力 拼搏多些 有多些成績 才做 我家人 對於我結婚的時間 那方面 又沒有特別 怎樣吹 因為可能 我在我家人的眼中 還是個小朋友 小女孩 覺得我都不夠成熟 去做這件事